这是邱淑珍牺牲最大的电影 为了讨好皇上 不惜将八大胡同的头牌请来学技术 婚玉兰出身叶和纳拉市名门 德蒙圣恩入宫选为秀女 当天玉兰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她梦到和皇上洞房时 皇上竟是一条巨龙 这个梦将她给吓醒了 第二天奶妈带着玉兰上山求签 算命先生告诉奶妈 令千金是其命中的其命 命中有一半大富大贵 尊荣无限 不过另一半命中犯客呀 不仅客夫 她还客子客友客家客国客民 如果她是我女儿 一出生我就把她给掐死了 玉兰听到这句话 吓得把怀中的猫给扔在了地上 反应过来后赶紧出去寻找 六王爷一心正在庙中提子 一心文武双全 父皇却将位置传给了他的皇兄贤丰帝 贤丰帝太过人厚身子又差 根本就斗不过那些洋人 他恨自己得不到父皇的宠爱 如果皇位在自己手中断然不会任人摆布 方丈提醒六王爷隔墙有耳 这些话大逆不到 这时小猫刚好跑到六王爷的手中 玉兰从手中接过了猫 她夸六王爷写得好看 玉兰从小念书将上帘读了出来 六王爷问她刚才是否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玉兰大胆承认自己听到了 但没听懂 奶奶寻过来将玉兰带走 玉兰晃了晃猫爪和六王爷道别 这俏皮的模样让六王爷久久不能忘怀 因为回去的晚奶妈担心有山贼 玉兰好奇山贼的样子还真想遇到他们 话音刚落一伙山贼就围了过来 用忍扔下轿子就跑 手无腹肌之力的玉兰被山贼抓到 要将他霸占 危急时刻一人出现将山贼头颅砍下 玉兰睁眼一看竟是六王爷 六王爷武功高强抱着玉兰 只用一只手轻松就将山贼给解决掉 英雄救美最为致命 玉兰用仰慕的眼神看到六王爷 六王爷也情不自禁地亲吻了他 玉兰赶紧将他推开 六王爷得知 玉兰是被皇上看中的贵人 埋怨道 为什么所有好的都是他的 六王爷警告玉兰 今天的事不要和任何人说 在宫中也当没有见过他 玉兰很快就进宫了 他还将小猫也带在了身边 单纯的玉兰对外面很好奇 他偷偷探出脖子探望 一个名叫小安子的太监提醒他 不能偷看 玉兰还是忍不住再次偷看 这次却是一个油腻的胖太监 吓得他大叫跌落出了花叫 仲太监和贵人都是嘲笑他 这时皇上刚好经过 将玉兰给扶了起来 来到楚秀宫后 太监总管为贵人们安排住处 玉兰不懂楚人之道 没给总管好处 被安排了一个最差的房间 甚至都没有宫女伺候 小安子看玉兰可怜 让通茅房的大妞帮他收拾收拾 玉兰还好 有只猫咪陪着他 幸运的是皇上当晚就选中玉兰 他激动的流出了眼泪 玉兰要好好打扮一下 小安子告诉玉兰 祖宗惯例 贵人侍寝是要一丝不挂的 裹着棉被送到皇上寝宫 门外的厉贵人十分的嫉妒玉兰 论姿色自己也不比他差 他听到了玉兰屋里的猫叫声 起了坏心思 中堂和两位王爷夜闯寝宫 玉兰只能在门外等待 中堂想让皇上增兵 增了几次兵都是有去无回 皇上想要再考虑考虑 中堂却说 皇上想与不想 兵是一定要增的 因为兵已经出发了 皇上直接被气得吐血 将三人给赶了出去 这下玉兰终于能进去了 太监将玉兰放在了地上 提醒玉兰要好好伺候皇上 玉兰十分的害羞 看到皇上英俊的脸庞 他赶紧蒙住了自己的脸 这娇羞的模样 谁看了不心动啊 皇上却不为所动 他还在想着刚才的事情 对于玉兰只是发泄 玉兰还是个处女 不懂怎么讨好男人 皇上结束后 就让太监将她带走 并且还不能让留龙肿 太监总管用棍子捅向玉兰后背 将龙肿给逼了出来 接着强行让玉兰将药喝下去 最后再对她全身清理 玉兰感到很委屈 皇上为什么不准她龙肿 总管告诉玉兰 因为你伺候的皇上不开心 下次要花点心思 回到小破屋后 玉兰十分的伤心 想寻求小毛安慰 出门在一个药罐中 看到了一座猫尾巴 玉兰不愿意相信 但掀开之后 看着这一幕崩溃了 几个月过去了 皇上一直都没有照过玉兰 她每天坐在湖边 不吃不喝 玉兰有了轻声的念头 王爷刚好路过叫住了她 玉兰慌忙逃走 楚秀宫的贵人都被皇上叫到圆明园赏花了 也没有人通知玉兰 丽贵人身边的姐妹看到玉兰这个惨样 出言嘲讽 还说她是死猫上身了 听到这句话 玉兰一脸阴沉的走到房间 拿起金簪捅向了她 女人大叫着是丽贵人的主意 王爷跟着玉兰前来看到了这一幕 她十分的冷静告诉玉兰 宫里经常有人失踪 只要将尸体销毁 没人会发现的 睡醒的大妞也刚好路过 大妞和玉兰认识 她答应会保守秘密 王爷让玉兰去将衣物扔到井里 玉兰刚离开 王爷就将大妞给掐死了 玉兰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王爷一巴掌将她打醒 她告诉玉兰 在皇宫里就像在战场上一样 为达目的 必须把别人的尸体踩在自己脚下 玉兰换好衣服后 王爷对她讲 既然做了贵人 就一定要得到皇上的欢心 不然的话就等于死了 这就是你的命 之后玉兰已看望母亲生病回家探亲 她请来八大活动头牌 让他们传授自己功夫 但不管是什么功夫 都需要时间 玉兰需要的是那种速成的 没时间练硬功 可以练软功 玉兰这七天都待在了房间里 练会了一套让男人愈先愈死的魅功 短短的七天 想不到居然使中国以后的七十年 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咸丰皇帝要在雍和宫经修七日 一向习惯酒色的咸丰 在第五天就有点受不了了 玉兰假扮成太监为皇上擦身 并很有心机暴露出自己的身份 玉兰对皇上讲自己很想她 才忍不住过来看她的 皇上听到这句话很开心 难以忍受的她 就和玉兰在列祖列宗面前颠乱捣缝 玉兰利用学过的魅功 将皇上伺候得很舒服 自从那次之后 兰贵人就得到了皇上的宠爱 很快就从兰贵人升为宜宾 之后还有了身孕 怀了龙胎 立刻就升为了宜贵妃 皇上对玉兰的儿子很是喜爱 封她为太子去名再纯 也就是后来的同志皇帝 玉兰也母凭子贵成了西公娘娘 和皇后平起平坐 这时的玉兰已经不再是那个单纯的小姑娘了 但不久后 英法联军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中唐要来个缓兵之际 假装和谈 趁机抓住英国统帅 王爷觉得两国交兵不应斩来使 皇上还是选择了中唐的意见 结果给了英法联军进京的借口 匮乏的清军怎么敌得过洋人的火枪大炮 咸丰十年 清军败退圆明园 造成中国历史与文化上空前的浩劫 中唐只好请皇上到避暑山庄躲避 但京城不能不留人 玉兰主动提出让六王爷留下收拾烂摊子 皇上走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火烧圆明园 幸好六王爷办事得大 才将这场浩劫降到了最低程度 但六王爷却留守京城 中唐在热河携咸风以令天下 形成日渐对立 玉兰和皇后平起平坐还不知足 这天她穿上龙袍在镜子面前欣赏 皇上看到后大声质问她干什么 之后皇上的病越来越重 而慈禧在皇上心目中的分量也大大的减轻了 皇上怕自己死后 慈禧会对皇后不利 中唐提议先杀了慈禧 然后再立太子 皇上念及旧情不忍下手 皇上临终前将大家叫了过去 为了保护皇后 她立了一道圣旨 以后谁对皇后不利 凭慈止可以将其处斩 皇上特意点名了慈禧 立完太子后 皇上将玉兰留了下来 她告诉玉兰 刚才那个旨意明着是冲着你 暗示要给中唐那伙人一个警惕 皇上走后 玉兰就成为了慈禧太后 中唐怕慈禧一动 安排了所有心腹在避暑山庄戒备 不允许慈禧和太监接触 慈禧将小安子叫了过去 她用花瓶将她的手臂打断 将她赶出避暑山庄回京就医 目的是让她将密函藏在段谷中间 向六王爷求救 六王爷看到信后 无论如何都要去奔丧 中唐一伙人也不好阻拦 慈禧以太后召见为由 把六王爷叫到了房内 慈禧给皇后范礼下了巴头 将她给支走了 慈禧对六王爷表达爱意 六王爷也没有忍住 皇上尸骨未寒 两人就在灵堂的后面缠绵了起来 六王爷走后 就向中唐为首的八大臣挑战 并主张太后垂帘亲王秉政 中唐想起了一个阴谋 在启程回北京的路上安排刺客在路上刺杀 但六王爷早就猜到了 预备了无数弓箭手射杀刺客 并且早就安排慈禧和皇后走小路 到达京城之后慈禧就开始对八大臣下手 孝顺将嘴缝上 游街示众 1961年孝顺 再还 端华被处死 其余五大臣全都被贬 六王爷公亲王就此首掌大权 实行两宫垂帘 亲王秉政 但慈禧还是不满足 他将立贵人抓到了楚秀公 现在他就还剩一个死穴了 慈禧割掉大腿上的肉 为皇后治病 这一幕感动了皇后 皇后竟将先皇御赐的圣旨给烧了 以表两人的姐妹之情 只刚烧光 慈禧就用药毒死了皇后 最后他剥夺了六王爷 宜政王的权利 六王爷如今的力量 也不能对付慈禧 他只求明白 皇后是不是他杀的 慈禧没有理他 六王爷喊出了玉兰这个名字 慈禧迟疑了一下 还是离开了 慈禧终于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抱着儿子同志皇帝 开始了他漫长的六十年执掌中国的日子 与其说溥仪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倒不如说她是中国最后一个女皇 更为恰当 慈禧秘密生活 是王晶创作室有限公司出品 由刘伟强指导 邱初贞 梁家辉 于荣光 周嘉玲 乌红等主演的剧情片 这可以说这个演员阵容是真豪华 并且他们的演技也都很好 里面的浮华道也很用心 大家不应该只是将它当作情色片看待 你最喜欢邱初贞什么电影呢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最后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坚持 孟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